在金哲玩了三天后 确实感受到他为什么被称为小京都了 他不只有类似紫园的东茶屋街 也有类似于锦市场的晋江丁 还有三大名园的尖六园 的确是值得造访的古镇 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搭预定好的农飞巴士 9点40前往白山香和掌村 预计11点到达 寄放行李之后玩个大半天 再搭4点的巴士前往高山入住 我自己就打光了 我自己就打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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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